大家好 这件国际聚焦在美中这几天在国际上的一个焦点话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19号出访北京 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缓和美中之间紧绷的一个关系 那么美中终于也是达成一个积极的成果 同意要落实两个元首在巴厘岛会晤的时候 当时习近平和拜登他们就同意是要保持沟通管道畅通的一个共识 不过就在布林肯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们两个人会面才过一天之后 根据路透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他就在昨天的时候 就在加州的一场募款活动上 他直呼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 那么拜登他不仅是在谈话中 他重新的提到二月导致两国关系恶化的一个气球事件 他还说习近平会这么不高兴 就是因为他根本可以看到就不知道这个气球 一路飞飞飞飞到了美国 而且在没有掌握情况的状况之下 对独裁者来说就是一个很难看很尴尬的事情 那么这个发言当然也是让外界听得一头雾水 首先因为北京政府听到这个发言 恐怕当然不会太高兴 二来布林肯他这一趟出访的背景 其实呢就是因为这个气球事件导致了美中的关系是恶化 所以呢美方是进而取消在原定二月的这个访中型 那么这趟访问呢 布林肯他的目的就是要让双方是可以恢复一个更稳定的关系 所以呢拜登这时候这个发言也被外界是打上一个问号 包括呢在气球事件上 布林肯他自己呢都不想要再提 当时呢他在离开北京前就接受了NBC的访问 当时他也提到呢他希望这个事情是可以到此为止 呼吁各国要从气球的事件走出 那么和习近平的对话中呢他也同意了 两边都同意是要让两国之间的激烈的竞争稳定下来 那么究竟拜登他这个态度为何这样子说 是不是让布林肯他是白忙一场 诱惑呢这个是一个新的攻防战 回看到习部会之后呢 布林肯他在记者会上他就重申了 在台湾问题上他提到一中政策是没有改变 美国是反对支持台湾独立的 但是呢他也提到了美国反对有人改变现状 即便呢大陆方面是不断的警告 外界不要插手内政问题 也就是呢台湾问题中方的这个说法 但是呢布林肯他也再一次的关切 解放军在台海的一个挑衅行为 那么就在布林肯他走后呢 大陆的央视在同一天19号的时候就报道 解放军宣布轰6K的轰炸机夜间绕飞台湾 未来呢这个行动会变成一个例行性的任务 以对任何台独人士来发出一个警告 另外根据美国福斯新闻 布林肯呢他这个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说法 也立刻是在美国的媒体上是发酵 这也引发了美国政府的右翼人士 抨击拜登政府是太过软弱对于中方的态度 前总统川普政府的国务院发言人 他就提到了他痛批美国表现是卑躬屈膝 那么对此呢美国国务院并没有立即回应 福斯新闻他们的这个制品请求 但是呢接着这个请求之后呢就发生了 刚刚提到了拜登他说习近平是独裁 那么在外媒的舆论之下呢 拜登他似乎呢是在安抚国内的一些反对的声浪 那么在今天大陆外交部的记者会上 法新社他们也做了相关提问 对此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他是怒批美方的有关言论是极其荒谬 严重的违背了外交礼仪 一起来听 美方有关言论极其荒谬 那么现在看来原本被外界认为 看似比较缓和的美中关系 恐怕呢好一天又要再一次的破局 美国华尔街日报更引述 现任和前任的美国官员的消息 他们点出大陆正在和古巴协商 要寻求在古巴建立一个新的联合军事的训练基地 那么这个地点呢 仅仅距离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海岸约160公里 对此布林肯他也展现一个有别于以往的强硬态度 他表示已经就此和习近平警告 美方对于事件是深为关切 我们很明确的关系我们会有深谈关系 I think they've had some success in slowing down these efforts. This is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be monitoring very very closely, and we've been very clear about that, and we will protect our homeland, we will protect our interests. This is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do with. I'm very proud of my son. 53 歲的航特是拜登的次子,白宮也發聲明表示拜登支持航特重建自己的人生,但對於認罪沒有評論,報導指出認罪協商通常是為了換取法院能夠從輕發落,因此航特不太可能面臨牢獄之災。 但《兒子報》扯文《立憑2024》的老爸拜登卻受到牽連,民調狂跌只剩32%。 前總統川普也官司纏身被控違反間諜法,卸任時帶走機密文件,而且沒有移交給國家檔案局,川普硬撤說當時太忙了。 77 歲的川普積極爭取重返白宮,他自稱卸任時把個人物品與政府文件混雜放在箱子裡,稱他有權擁有那些箱子。 法官裁定將於8月14號起進行陪審團審判,預計為期兩週,但川普一共被控37項罪名,估計到明年大選投票前都不會有審判結果,對他的選情可說是吧,雙面認。 記者 總共報道。